第一款通过EUA的唾液快筛试剂 5月12号开卖 吸引了家长抢着要买给孩子用 但医师也提醒唾液快筛 虽然可以免去戳鼻子的不适感 但是灵敏度普遍低于鼻咽快筛 有三成多的阳性个案是验不出来的 做几次都不能够百分之百的安心 建议如果真的有症状的话 那么唾液快筛至少要做到两次 只要有一次阳性就要依照规定通报 而且就算两次都是验出阴性 也不能够太放心 如果症状持续的出现 建议马上改用鼻咽快筛再筛减看看 脱衣快筛试剂开卖后 吸引不少民众抢购 因为终于不用再忍受戳鼻子的不适感 使用起来也更简单容易 但医师建议脱衣快筛灵敏度低于鼻咽快筛 会有三成多的阳性个案验不出来 因此民众即便验出阴性也不能太放心 看看先前常跟医院做过百人实测 数据显示脱衣快筛只有在CT值低于2324时 才验得出阳性 因此该如何防漏医师提供三大守则 除了脱衣的取得需要有一些技巧外 如果发现自己有症状 那脱衣快筛可以连坐两次 只要有一次阳性就应该马上通报 如果验两次都是阴性 但还是觉得有疑虑 建议马上改用鼻咽快筛再筛减看看 如果做了两次都是阴性 自己还是觉得不放心 从鼻孔取检体的这种快筛 这个会敏感度会再高一点 专家也呼吁 若民众已经有接触时 也高度怀疑被传染 就直接使用鼻炎快筛 不要再坚持用脱衣快筛 比较实际 解台北综合报道